泰马里西加兰西侧后方500公尺处 16号发生奔山事件 到现在奔塌处仍出现不停的落石 随途保持举人员会投县府人员 前往奔塌处的上方进行勘查 发现上方的碎石 随时都有再度奔塌的危险 现在是冬天时一直下雨 尤其前阵子好雨 那会不会这个持续就变成 加速它这个的一个 一个滑动的一个情况 虽然奔塌处距离永久屋 还有500公尺 没有立即的危险 不过乡长仍希望随途保持举 能够针对这里的山林地层 进行调查 让居民安心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请陈大 跟随保局组一个团队来看 再深切的来去看一看整个原因 然后我们需要做怎样的一个防复 随保局表示 奔塌处以为请乡公所处理清除碎石 不过必须等到天气稳定才能进行 这个单纯的一个单独事件 一个例子状况而已 不是说一个很全面性的 什么崩塌之类的 目前崩塌处的面积达 7000立方公尺 高约250公尺 宽30多公尺 天气时好时坏 崩塌处又陆续出现崩塌的情形 现在只能等到天放晴 水保局才能抢救施工 记者卡特迪尔 呼噜台东军工采访报道